淡水河入境事件引发两岸角力 台湾新政府防务疏失遭报短板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银湖一家关天下 这不前几天大陆那边来了个大老板 开着小小的快艇 就这么顺顺当当的闯到台湾淡水河口来了 就这么简单根本没人拦住它 一路开进来就登陆了 还把船撞坏了才被抓到 这可把台湾街坊邻居们全吓坏了 说台湾的防务哪有这么烂啊 要是有个什么状况 别说大官府了 大老板直接就可以开到台湾任何一个社区来咯 这位大老板原来是个解放军出身的 听说以前还是舰长呢 你说神不神奇 就这么个老头子就轻轻松松闯关成功 大家听说了都觉得 台湾的防务力量也太烂糟了吧 连个老头子都防不了 不过台湾防务机关首长说 这可能是大陆那边故意来测试台湾的底线的 看看台湾的门户正不正防 我觉得他讲的或许有道理 但就怕真的有个什么紧急状况 台湾还真拿不准呢 大陆那边的发言人就说那老头子纯属自己一个人闹的 叫台湾别太紧张 可是台湾海巡的长官都说了 这事证明台湾的人守出了严重的失误 原来台湾的雷达和哨所根本就认不出那艘快艇是敌室友 中间还有34分钟的空窗机 实在太离谱了 听说已经处分了十来个人了 有些前将领就说 台湾人一向认为台湾海来够危险的 所以对海防松懈了 可是随着气候变迁 海巷也变了 并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大风浪 大陆人反而更容易越海了 以前还有人橡皮艇就能越过来 简直就把台湾海来当成高速公路了 我听有些教授们分析说 新上任的台湾防务机关首长才刚讲了要保卫台湾 几天后就来了这么一档子是 他们猜测 大陆可能是故意要来测试新政府的防卫力量 每次台湾军方谈到防卫议题 大陆就会来点行动 看台湾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决心和能力捍卫自己 不过你看台湾作为小老百姓的能做啥呢 只能静静地看着几个大人们在那边耕耘了 反正总是有人希望台湾的防卫能力再加把劲 别再给人家找什么空子留留了 搞得台湾这些街坊邻居也跟住提心吊胆的 虽然这当时台湾政党之间有不同的主张 但保护台湾老百姓的安全 这点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吧 但水河这件事真是吓了大家一跳 证明台湾得加强海边的巡逻 增强侦测能力也要能快速反应欧 但是各方面还是应该用理性和体谅的态度 集思广义想想解决之道 这件事牵扯到了两岸很敏感的关系议题 但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要冷静应对不能让矛盾对立越斗越凶 有关单位必须检讨一下防御上露出的疏漏 加强人员训练 维护装备系统 确实执行日常巡逻警戒 与此同时也要透过适当管道去沟通协调 维护这一带的和平稳定 但水河这件事反映出台湾在海岸防卫和预警机制上 仍有不足之处 整个部署和作业流程都需要彻底解释 除了加强装备维护 人员训练 更要积极购置先进的侦查设备 整合情资决策流程 提高快速应变能力 就算是在国际贸易和商业活动中 类似外国人或船只非法入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各国也都会加强入出境管理 透过加强情资共享 跨国合作执法 有助于遏制走私 非法移民等违法行为 确保贸易活动能够正常进行 总之了 面对这么复杂的区域安全挑战 台海两岸应该用专业理性的态度来寻求解决之道 加强军民合作防卫 也要加强区域合作 同时也要小心 别让紧张情势升高 给双方留有缓和危机沟通协调的空间 只有透过互信和对话 才能实现区域长期和平稳定的这个目标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欢迎您点赞订阅分享 感谢您的观赏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观赏